白色犬之跟在红衣男子一旁在大街上自有散步 但仔细一看这只狗其实是农委会猎馆的危险性犬之杜告犬 照规定来说外出要有戏绳以及戴嘴套 但四主却没帮他戴上任何防护措施 更有其他四主反应 上个月自己的爱犬被攻击 看看这只博美犬被咬得遍体鳞伤 不止毛发被狠狠扯落 全身也都是伤口和血字 直到有路人协助杜告犬才松口 让博美犬的四主心疼万分 但其他四主反应 这只杜告犬已经不是第一次咬伤其他犬只 柴犬的部分是主人他就是也是牵着柴犬 然后杜告犬从对面冲过来 想要扑咬他的狗 那但是这个主人就在对接 完全没有想要牵住这只狗 或是跑来就是想办法要阻止狗狗的攻击的这个状况 议员接获陈琴也指出这名四主是累犯 吕炫不听过去就曾因为外出没有细带防护措施 或是没吃打狂犬并疫苗被裁罚23万8千元 这次再有犬只被咬伤 新北市动保处也要重罚 近期将在约谈市主说明 预计再裁罚35万元并没入犬只 所谓末入犬只就是四主不能再饲养 由动保处照顾狗狗 而阿根廷杜告犬体型壮硕 在传统中被当作猎捕美洲豹和狮子的犬只 有少数国家把它列为恶犬 但它对主人忠心耿耿 根据农委会纳管六种凶猛犬只 新北市共有378只 出入公共场所千层都不能超过1.5公尺 也要有透气口罩或香笼装载 围者最高开罚15万 这回杜告犬再咬伤其他犬只 四主也要负上最大责任 地北新闻高脚上会先 新北市报道